历时期,陈流县高阳人,喜好读书,但家境贫寒,没有谋得一时的职业,给村里当看门人,然而官吏极限中有权势的人都不敢一时他,都认为他是狂放的年轻人。 到陈上,向良等起一时,各个将军攻占下许多地区,他们中有数十人经过高阳县。 历时期听说这些将军都是气量狭小,居逆所系礼杰,自以为是,而不能听举远大的见识,历时期便躲藏起来。 后来听说佩公率军到了陈流郊区,佩公的部下有一位骑兵恰巧是历时期的同乡,佩公经常向他询问意中是否有贤者和豪杰。 骑士归乡时,历时期对他说,我听说佩公对人傲慢又看不起人,但很有远见,这真是我所愿意交往的人, 先为我介绍一下。如果看见佩公,对他说我的家乡有一位姓丽的先生,六十多岁,身高八尺,人们皆认为他是狂妄之人,但他自己说我不是轻狂之徒骑兵说,佩公不爱和读书人交往,请来的客人中若有戴着儒生帽子的人,佩公就摘下他的帽子,在帽中小便。 和人谈话时,常大骂读书人,所以不要像儒生那样说话,历时期说,只管这么说,骑兵便向历时期所告诫的那样从容地说明给佩公。 佩公到了高阳县的官社,派人照历时期来见,历时期到了,佩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就这样召见历时期。 历时期进入室内急拱手而步行拜礼,说,您是想帮助秦攻打诸侯吗?还是想率领诸侯灭亡秦朝? 佩公骂道,你这个下贱的儒生,天下百姓遭受秦的苦难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才相继率兵攻秦,你怎么能说帮助秦呢? 历时期说,您要招聚民众,纠合一兵,去推翻秦的暴虐统治,就不应当坐在床边召见老人。 于是佩公停止洗脚,起身穿好衣服,请历时期坐上坐,对历时期赔礼。 历时期于是谈到了六国合纵连横时的情况。 佩公很高兴,赐历时期吃饭,问道,您有什么计谋吗? 历时期说,您纠合得未经训练之众不到一万人,要想职工强勤,这可说是向老虎口中伸手啊。 陈流县位于天下的要冲,是四通八达的地方,现在成果又囤积了许多粮食。 我一向与陈流的县令友好,现在可请您派我卫使者去命令他投降您。 如果他不听从,宁可派兵攻打他,我做内应。 于是派历时期前往陈流县,佩公率兵随他而来,攻下陈流。 佩公封历时期为广野军,历时期推荐其地立商, 让他率领数千人跟随佩公向西南夺取土地。 历时期经常做说客,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 对,汉三年秋天,项羽进攻汉军,夺取荣阳,汉军退保拱县。 储军听说韩信已攻下汤国,彭越又多次在两一带扰乱,就分兵解救。 韩信刚东击齐国,汉王数次被围困在荣阳和成高, 计划放弃成高县以术的地区,助手拱县,洛阳以对抗储军。 历时期于是说,我听说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就可成就帝王之业, 不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就不能成功。 成王的人以百姓为天,而百姓以粮食为天。 敖仓作为天下运输枢牛已经很久了, 我听说敖仓铸藏有很多粮食。 储军夺下荣阳,而不坚守敖仓, 却带兵向东进军,留下受到处罚的士兵分别助手成高。 这正是上天来帮助汉王。 如今储军容易被攻取而末军反要退却, 这是自己放弃了有力的时机,我自认为太过分了。 况且两雄不并利,储,汉长久相战不休, 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国内动荡, 农夫不能种田,妇女不能仿之,天下的人心不安定。 希望汉王能够尽快再次进军,夺取荣阳, 占据欧仓的粮食,堵住成高之险,封锁太行之道, 占据飞狐的险官,坚守白马的杜一一, 向诸侯显示墨已控制了有力行驶, 天下的人就知道应归顺谁了。 如今因果,赵国已经平定,只有齐国还没攻下, 现在田广占据着浮原千里的齐国, 田间统率着二十万军队,在历城驻军, 田市势力强大,背靠大海和泰山, 阻拦着黄河、积水的通道。 向南靠近楚国,齐国兵将多计谋, 将军即使派数十万大军,恐怕一年半载也攻不下。 我请求能得到韶叔去劝说齐王, 使他做末的树林汉王说,好。 汉王听从了历时期的策划, 又助手熬仓,并派历时期劝说齐王, 说,大王知道天下的归属吗? 齐王说,不知道历时期说, 如果大王知道天下的归属, 那么齐国可保,如果大王不知道天下的归属, 齐国就难保全压。 齐王说,天下应归谁? 历时期说,天下归汉王。 齐王说,先生凭什么这样说呢? 历时期说,汉王与项羽奋力向西攻打秦军, 约好先攻入咸阳为关中王。 项羽违背盟约,在汉中称王。 项王牵杀异帝, 汉王便派蜀汉的军队平定三秦, 出关征战, 指责向羽杀害异帝的错误之处, 收集天下军兵, 立诸侯的后代。 每攻占一座城都给将将封侯, 汉王得到财物都分给士族共享。 和天下百姓共享好处, 英豪贤士都愿听从他的使用。 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赶到, 蜀汉的粮食用船运来。 项王有违背盟约之名, 杀死异地之错, 别人的功绩从不计的, 别人的错误却从不忘却。 征战取胜了没有奖赏, 攻占了城池也不给封决, 不是像是家族的人不为以重任。 为人刻印, 把玩而不肯赐人, 攻城所获的战利品, 积压很多都不肯赏赐给兵将。 天下人叛离他, 有才能的人埋怨他, 没有人被他使用。 所以天下的人才都投奔汉王, 汉王坐着就可以指挥他们。 汉王从蜀汉发兵, 平顶三秦, 射西河之外, 援上党之兵, 攻下井行, 杀成安军, 打败北魏, 夺取三十二座城, 这是皇帝的军队, 不是人力, 是天所保佑。 如今已占有凹仓的粮食, 堵住城高之险, 驻守白马的渡口, 封锁太行之要道, 占据飞狐的关口, 天下后福的人只有先被消灭了。 大王如赶快投降汉王, 奇异国的设计就可以保全, 不投降汉王, 危险灭亡纸约可待啊, 田广认为是对的, 就听从历时齐的话, 撤走历下的守兵及装备, 与历时齐天天纵情而隐。 韩信听说历时齐乘车游说而取得 齐国的七十多座城, 于是连夜派兵穿过平原袭击齐国。 齐王田广听说汉军来到, 认为历时齐欺骗了自己, 就烹杀了他, 带兵逃走。 汉十二年, 曲周侯历商以承向身份率兵攻打情部, 又战功。 高祖列举功臣, 想到了历时齐, 历时齐的儿子历界多次带兵出战, 战功不大, 没被封侯, 皇帝因为他父亲的缘故, 封历界为高粮侯, 后改封武阳做十亿。 他死后, 儿子历岁继承, 三代以后, 历平犯罪, 封国被废除, 陆甲, 楚国人, 作为兵客跟从高祖平定天下, 以由口才善变而闻名, 在高祖左右, 常出使诸侯。 当时, 国家刚刚稳定, 魏托平定了南越, 因而再纳过称王。 高祖派陆甲赐魏托印, 让他为南越王。 陆甲道, 魏托结发四锥形, 伸开两腿而坐接见他。 陆甲便对魏托说, 足下是中原人, 亲戚弟兄的坟墓都在真定县, 如今足下违反习惯, 补穿中原服装, 向在小小的越地称王, 和朝廷抗衡而成为敌国, 灾祸就将来临了。 秦丧师他的政权, 诸侯豪杰纷纷起兵时, 汉王最先进入关中, 占据咸阳。 向其唯北盟约, 自立为西楚霸王, 诸侯都归属他, 可以说势力很强了。 然而汉王从巴蜀发兵, 争夺天下, 制服诸侯, 于是杀死了向其。 五年之间, 国内平定, 这不是人的力量, 是上天的功劳。 皇上听说君王在南越称王, 而不帮助天下的人诸出暴虐势力。 将相本来想要出兵来杀君王, 可是皇上怜悯百姓刚刚劳苦完了, 需要休养生息, 派我受给君王大印, 剖分福信, 互通使节。 君王硬到郊外远营, 北面称臣, 而你竟想以新建的, 人心未及, 政权未顾的国家再次称强。 汉王果真听说了, 会掘开烧掉你祖先的坟墓, 诛灭你的宗族, 让一个复将律十万人攻月, 约人就会杀君王而投降汉, 造简直易如反掌, 于是为托大惊而起, 向陆甲谢罪道, 我在野蛮人中生活久了, 真是太失礼了, 于是问陆甲, 我与萧何, 曹参、韩信相比谁嫌呢? 陆迈说, 君王比他们还要嫌, 又问说, 我与皇帝相比谁嫌呢? 陆甲说, 皇帝在丰佩起兵讨伐暴秦, 消灭了强大的储君, 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 继承了五帝, 三王的大业统一天下, 治理国家, 中原人数以亿计, 地方万里, 处在天下最富饶之地, 人民众多, 车马繁盛, 万物富庶, 政权统一, 自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 如今君王的人口不过数万, 都是蛮夷人, 处在崎岖山海之间, 就像汉的一郡, 君王怎能和汉王相比呢? 魏陀大笑着说, 我不在中原起兵, 所以再次称王, 假使让我在中原, 哪能不如汉呢? 于是十分喜欢陆甲, 留他艳隐数月, 说南越没有能谈话的人, 自先生来后, 让我听到了我从没听到的事情, 赏赐陆买的珠宝价值千金, 所送其他财物一值千金, 陆甲最后拜魏陀为南越王, 让他向汉称臣, 遵奉汉朝的命令, 陆甲回来报告, 皇帝非常高兴, 拜陆买为太宗大夫, 陆甲经常在皇帝面前谈诗经, 上书, 皇帝骂他说, 你老子武是在马上得天下的, 为什么要研究诗经, 上书呢? 陆买说, 在马上得天下, 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 况且商汤, 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 却以仁义守住天下, 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治国之术, 以前武王夫差, 治国都因穷兵独武而灭亡, 秦国一味使用刑法不知改变, 终于亡了国, 假使秦国统一天下后能够实行仁义, 效法古代圣贤, 陛下哪能的天下呢? 高帝不悦而有惭愧的神情, 于是对陆甲说, 你试着为我撰写一下秦师调天下, 而我能够得到天下的原因, 即自古以来的成败之国的情况, 陆甲共写了十二篇, 每上奏一篇, 皇帝都认为写得好, 左右的官吏欢呼万岁, 称陆甲的书为新语, 小会第十, 吕太后专权, 想封几个姓吕的为王, 害怕大臣渐进, 陆买自知无法和吕太后争辩, 于是并修回家, 因为好治的田地好, 就搬到那果定居安家, 他有五个儿子, 于是拿出初始南越时所得到的珠宝财产, 卖了千金, 分给儿子, 每人二百金, 让他们用作生产, 陆甲常坐安车四马, 帅歌舞弹琴的十个侍者, 还有一把价值百金的宝剑, 对他的儿子说, 我和你们讲好条件, 我到谁家, 你们要给我的人马好酒饭, 尽量让我满意, 每十天更换一家, 我在谁家死, 谁就得到这把宝剑和车马侍从, 一年之中, 我还要到其他地方去做客, 你们每家不过轮流两三次, 在你们家时, 要给我新鲜东西吃, 我不会长久打扰你们吕太后时, 让吕氏称王, 吕氏家族独揽大权, 打算劫持少帝, 篡夺流氏天下, 又丞相陈平为此很担忧, 力量不足以于吕太后相争, 恐怕会祸及自己, 于是只能静居深思, 陆买前去问候, 他一直进入陈平房中坐下, 陈平正在思虑, 没有看见陆买, 陆买说, 想什么问题这么沉思啊, 陈平说, 你揣度我在想什么, 陆买说, 您位居上下, 十亿三万户的封侯, 可以说极为富贵而不需要什么, 然而你有忧虑, 不过是担心诸吕和少帝罢了, 陈平说, 对, 怎么办呢, 陆甲说, 天下安定时, 大家注意的是丞相, 天下危急的时候, 大家注意的是将军, 如果丞相和将军联合, 那么人民才会全心归附, 人心归附, 天下即使有变乱, 权力不会分裂, 权力不分裂, 为国家打算, 在两位人士的掌握中了, 我常想和太尉周伯谈谈, 将侯周伯总是与我开玩笑, 不重视我的话, 你为什么不和太尉多交往, 加深交情, 陆甲又为陈平策划关于吕氏的事数件, 陈平采用了他的计谋, 于是用五百斤为将侯周伯祝寿, 与太尉欢迎, 太尉也回报他, 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密切了, 而吕氏的阴谋也更加遭到破坏, 陈平便用一百个奴婢, 五十成车马, 五百万钱送给陆甲作为吃饭饮酒的费用, 陆买又用这些财物在朝廷的宫庆中游说, 名声因此越来越大, 直到吕氏被诛杀, 立孝文帝为皇帝, 陆甲都是很出力的, 孝文帝即位, 想派人出使南越, 丞相陈平就上奏皇帝以陆买为太中大夫, 出使南越, 使魏陀放弃了帝号, 同于诸侯, 都符合朝廷的意思, 这些事记录在南越传中, 陆甲最后寿中, 朱剑, 楚人, 曾经做过淮南王秦布的丞相, 因犯罪而逃离, 后又再次追随秦布, 秦布想反叛时, 问朱剑, 朱剑劝剑他不要反叛, 但秦布不听, 而听信梁副侯, 于是反叛, 汉镇压了秦布, 听说瑟剑曾劝阻运胡葬, 直单次归剑浩里离军, 全家迁往长安, 赛剑为人善辩, 有意爱才, 性格连结, 刚直, 行为不同别人苟合, 与人交往不随意附和, 辟阳侯行为不端正, 得到吕太后的宠幸, 他很想和朱剑结交, 朱剑不肯见他, 到朱剑母亲去世, 因贫穷而没有钱办丧事, 正借钱办丧福, 丧聚, 陆甲平素与秦剑交往友好, 于是去见辟阳侯, 祝贺道, 平原君的母亲死了, 辟阳侯说, 平原君母亲死了, 为什么向我祝贺, 陆迈说, 前几天君侯想和归剑交友, 平原君坚持以这个原则而不见你, 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 现在他母亲死了, 你如果真在丧事中送后礼, 那么他就成为能为你死的好友了, 辟阳侯于是送上了一百斤的一倍, 其他的诸侯及贵人因为辟阳君的缘故, 也前往送去总共五百斤的祝丧前, 时间长了, 有人诋毁辟阳侯, 惠帝大怒, 逮捕了辟阳侯, 想杀死他, 太后很觉惭愧, 却又无法自己去说, 大臣们多对辟阳侯的行径深感不满, 所以都想杀死他, 辟阳侯又怕又急, 派人求见赛剑, 赛剑推辞说, 你的案子正在紧急关头, 我不敢见你诸剑于是求见孝惠帝的姓臣归吉将, 说道, 你得到皇帝的宠幸, 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 如今辟阳侯被太后宠幸而遭下雨, 路上的人们都说是你向皇帝说了坏话, 于是皇帝想杀死他, 今天辟阳侯被杀, 明天太后恼怒也会杀掉你, 你为什么不为辟阳侯在皇帝面前说好话, 如皇帝听了你的话, 放出辟阳侯, 太后会很高兴, 两个君主都宠幸你, 那么你会加倍富贵的呀, 于是宏吉如很惊恐, 听从了朱剑的计策, 对皇帝禁言, 皇帝果然释放了辟阳侯, 辟阳侯要被囚禁时, 想面见朱剑, 朱剑不见他, 辟阳侯以为塞剑背弃了他, 大怒, 等到他成功的出狱时才大吃以惊, 吕太后死, 大臣们要杀死所有吕氏, 辟阳侯和吕氏交往很深, 但最终没有被杀, 计划所以成功的原因全是陆甲, 平原军的努力所致, 孝文帝时, 淮南立王杀死了辟阳侯, 是因为他和吕氏结党的缘故, 孝文帝得知是朱剑为他出谋划策, 便派官吏去逮捕他, 要治他的罪, 听到立仪到门口, 朱剑想自杀, 他的儿子和蜀利都说, 事情怎么样还不知道, 为什么自杀呢, 朱剑说, 我死了, 灾祸也就没了, 不会连累到你们身上, 于是拔剑自盗, 文帝知道后惋惜地说, 我没有要杀朱剑的打算呀, 于是召见朱剑的儿子, 拜他为钟代夫, 派他出使匈奴, 匈奴单子无礼, 他因骂匈奴缠鱼, 就死在匈奴中, 楼靖, 齐国人, 末五年, 束手拢西, 途经洛阳, 高祖在纳国, 楼靖解脱了车前牵引的横幕, 见到齐国人于将军说, 我想拜见皇帝, 谈一件有意义的事于将军想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 楼靖说, 我穿的是丝薄衣服, 就以丝薄衣服拜见, 穿的是粗布衣服, 就以粗布衣服拜见, 不必更换衣服于将军入宫向皇帝禀报, 皇帝召见了他, 并赐给他实物, 过了一会儿皇帝问楼靖, 楼靖说, 陛下在洛阳定都, 是想和周王室比兴隆吗? 皇帝说, 对楼靖说, 陛下夺取天下和周王室不同, 周的祖先是后继, 姚丰他在台, 积善行德长达十几代, 宫流躲避夏节而居住到宾, 大王因敌侵入的原因, 离开了宾, 提着马鞭子到其居住, 而国中之人却都争先归顺他, 到周文王魏西伯时, 由于他的美德而始于人, 瑞人的争斗平息下来, 开始接受使命后, 吕旺, 伯夷从海边来归, 周五王讨伐商咒, 不弃而汇集于孟金的有八百诸侯, 于是消灭了商音, 周成王继位, 周公等辅佐他, 于是迎建成周, 定督于洛阳, 以为洛阳为天下的中心, 诸侯从四方纳宫数值, 路途远近比较平均, 有美德则容易称王, 没有美德则容易灭亡, 反居住在此的人都要以贤德对待别人, 不想依赖地势的贤祖来保天下, 而让后世骄横奢侈, 虐待人民, 等到周衰落时, 分裂出东周军, 西周军, 天下都不朝见周王, 周王也不能控制他们, 不是因为道德微薄, 而是因为力量太弱了, 如今陛下从丰, 配起兵, 召集士兵三千人, 就用这些人一往直前, 席卷了蜀汉地区, 平顶三秦, 与项羽在荣阳会战, 大战斗有七十次, 小战斗有四十次, 使天下百姓丧失生命, 赋予子的尸骨遍野, 数不胜数, 哭泣之声不绝于耳, 战争的破坏还没有恢复, 而又要和周的成康盛世相比美, 我自以为不能相提并论, 况且秦帝背山带河, 地形显耀, 突然有战士, 百万大军可聚集起来, 用旧有的条件, 资源丰美, 土地肥沃, 可以成为天然府库, 陛下进入关中而以此为国都, 华山以树虽有战乱, 秦国的旧地仍可保全并占有, 如果与人发生战斗, 不扼住他的咽喉, 打击他的脊梁, 不可能大获全胜, 如今陛下入关中而建国都, 安抚秦的旧地, 这也是扼天下的咽喉, 并打击他的脊梁呀, 高帝问大臣们, 大臣都是山东人, 纷纷说周王统治长达数百年, 而秦朝仅延至第二代, 不如建都洛阳, 高帝犹豫而不能决定在哪儿定都, 直到刘侯张良明确说出应当进入关中, 当日就起驾向西定都关中了, 于是皇上说, 最早说定都在秦帝的人是楼靖, 楼就是刘次楼靖刘姓, 拜他为郎中, 封号奉春军, 末七年, 韩王韩信反叛, 高帝亲自率兵去攻打他, 到晋阳, 听说韩信要联合匈奴共同攻打汉军, 皇上大怒, 派人出使匈奴, 匈奴把壮士和肥瘦的牛马藏匿起来, 只看见老弱人和狠瘦的牲畜, 使者来了识批, 都说匈奴很容易打败, 皇上派刘靖再次前往匈奴, 归来向皇上禀报说, 两国敌队打仗时, 应该夸耀其所长, 如今我前往匈奴, 只看见兽生处和老弱人, 一定是故意显示短处, 引诱我们上当而埋伏骑兵来打败我们, 我认为匈奴不可攻击, 这时汉兵已北进, 翻过巨筑山, 三十余万兵士已经全部出动, 皇上生气, 骂刘靖说, 奇国的奴才, 靠一张口舌得了官位, 现在又想用胡言乱语阻止我出兵, 将刘靖带上枷锁, 留在广武, 于是前往平城, 匈奴果真出骑兵, 将高帝围困在白灯, 七天后才得以解围, 高帝到广武释放了刘靖, 说, 我不采纳你的话, 被围困在平城, 我已经把那十匹说可以进攻匈奴的人杀死了, 于是封刘靖二干户, 做官内侯, 炮剑执咒, 高帝从平城返回, 韩王信逃入匈奴, 这时, 矛盾缠余的兵力强大, 数次进犯北方, 皇上为此忧虑, 问刘靖, 刘靖说, 天下刚刚平定, 士兵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 不能再用武力征服匈奴, 矛盾杀了他的父亲德禅于之位, 以群母为妻, 凭靠武力施展为风, 不能用仁义劝说他, 如果能够从长远记忆, 让他的子孙称臣, 可是陛下恐怕不能这么做, 皇上说, 如果可能, 为什么不能做, 只是怎么去做呢? 刘靖回答说, 陛下如能让嫡长公主嫁给蝉鱼为妻, 赠给他丰厚的礼品, 他知道汉公主为妻的后裔, 匈奴必定会立为蝉鱼王后, 生的儿子必为太子, 以后会代为蝉鱼, 为什么呢? 因为匈奴贪图汉的厚礼, 陛下每年给匈奴蝉鱼多送几次礼品慰问, 顺势派使者便是有礼节地教导他们, 矛盾活着, 蝉鱼当然是陛下的女婿, 蝉鱼死了, 则陛下的外孙就是蝉鱼, 哪果听说过外孙和外祖父对抗的呢? 军队可以不用出征, 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匈奴臣服, 如果陛下不愿派长公主, 而让宗室中和后宫的人去冒称公主, 他们也会知道, 就不肯尊贵之, 亲近之, 那也就没有用处了, 高帝说, 好想派长公主去, 旅后知道后日夜哭泣, 说, 我岂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为什么要把她扔到匈奴去呢? 皇上最终不能派长公主, 而选了一位家族中的女儿名为长公主, 嫁给蝉鱼为妻, 派刘靖前往帝结和亲之约, 刘靖从匈奴归来, 说匈奴居于黄河以南的白阳王, 楼帆王两部, 距离长安很近, 仅期百里, 起码一日一夜就渴到关中, 关中刚经过战争破坏, 人口少, 但土地肥沃, 可以增加人口, 诸侯初启时, 如果没有齐国的田氏, 楚国的昭, 蛆, 景氏等王族就不可能兴盛, 如今陛下虽然在关中定都, 而人力却少, 北部靠近匈奴, 数不有六国的宗族, 势力强大, 一旦发生兵变, 陛下是不能高枕而握的, 我希望陛下迁徙齐国的田氏及楚昭, 曲、景、燕、唐、韩, 魏的后代宗族及豪强名门已充实关中, 局势没有变动则可以防备匈奴, 诸侯若叛乱, 也足可以率领他们向东讨伐, 这是增强政权基础的方法皇上说, 好, 于是派流妖父则将上述各个宗族大家迁徙到屈身十余万口, 书孙通, 薛县人, 秦朝时因精通精术而被征兆, 为代赵博士, 几年后, 陈胜起兵, 秦二世赵博士和各儒生问道, 楚地的物族攻下旗线并进入了陈县, 你们如何看待这件事? 博士和诸生三十多人向前说, 人臣不能作乱, 作乱就是谋反, 罪在不赦, 愿陛下赶快发兵攻打叛军秦二世大怒, 变了脸色, 属孙通向前说, 各位儒生说的都不对, 今天下和魏一家, 拆毁了城池, 销毁了兵器, 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 况且有贤民的君主在上, 法律政令推行于下, 官吏人人尽职, 四方都向着朝廷, 怎么会有造的人呢? 这些人不过是偷弱摸狗的盗贼罢了, 何足挂齿呢? 郡守, 魏县正在捕杀他们, 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秦二世很高兴, 问每一个儒生, 他们有的说是谋反的, 有的说是盗贼, 于是秦二世命令御史将说造的人记下来, 并交给法官审讯, 惩罚他们的错误言论, 凡是说盗贼的书生都被罢免, 赐给书孙通二世匹驳, 衣服一套, 拜他为博士, 书孙通出来后又返回到血管, 儒生们说, 你为何说话那样阿于逢迎呢? 书孙通说, 你们不知道, 我几乎也不能脱离虎口, 于是他逃到了薛县, 薛县已归享处了, 向梁来到薛县, 书孙通跟从他, 向梁在定逃战败, 他又跟从淮王, 淮王做了异地, 迁徙到长沙郡, 书孙通留下辅佐相王, 汉二年, 汉王率五诸侯之兵进入彭城, 书孙通归降汉王, 书孙通穿儒生的衣服, 汉王很厌恶, 于是他改变了衣服, 穿短衣, 楚人的款式, 汉王很高兴, 书孙通归降汉王, 跟随他的书生有一百多人, 然而书孙通没有引剑, 只推荐那些壮士和鲁莽草扣, 弟子们都说, 侍奉先生多年, 有幸投奔汉王, 现今布局剑臣等, 专门推荐奸华的人, 为什么? 书孙通便说, 汉王正在以武力争夺天下, 你们能去作战吗? 所以先推荐勇猛杀敌的壮士, 你们暂且等待我,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汉王拜书孙通为博士, 好祭祀君。 汉王统一天下, 诸侯在定陶共同遵他为皇帝, 书孙通拟定朝廷礼仪及君臣指手称号, 高帝删除了王秦的苛刻的礼仪之法, 实行的法令简单易行, 群臣喝酒真功, 喝醉了救狐眼, 拔剑击住, 皇上很担忧, 书孙通知道皇帝越来越对此事心烦, 便劝说皇帝道, 那些书生不能与陛下进攻冲杀, 但可以巩固国家, 我愿意征集鲁国的一些书生, 与我的弟子们共同草拟朝廷礼高帝说, 制定礼仪不难吗? 书孙通说, 五帝有不同的乐志, 三王有不同的礼仪, 礼仪是根据当时的形式, 人情风俗而制定的, 所以下朝, 殷商, 周朝的礼仪严习, 山改, 增加的情况就可了解了, 可以说都不相重复, 我希望吸取古代礼制和秦朝的仪式, 参拙制定皇上说, 可以试着制定, 务必使汉礼容易被了解, 要考虑我能够实行它, 于是书孙通作为使者征集鲁国的儒生三十多人, 其中有两位儒生不肯同行, 说, 你所辅佐的已经有十位主人, 你都当面奉承阿渝, 如今天下刚刚安定, 死的人还没埋葬, 伤的人还没痊愈, 又要制定礼乐, 礼乐的兴起是由于百年积德呀, 我们接受不了你所要我们做的事, 你所做的事不符合古道, 我们不去, 你走吧, 不要玷污了我们的品格, 书孙通笑着说, 你们真是迂腐不达事物的书呆子, 不了解时事变化, 于是和所征集的三十人向西去, 和高帝身边近尘中素有学术的人, 及书孙通的弟子, 共一百余人在野外劫杂茅草定礼仪之位, 练习了一个多月, 书孙通说, 皇上可以试试看皇上行使礼仪后说, 我可以做于是命令群臣练习, 习礼必正赶上十月岁首, 汉七年, 常乐宫建成, 诸侯群臣在十月都来朝拜, 以礼, 在天亮之前, 业者负责礼仪, 将来朝者依次带进殿门, 宫廷中设置车骑和数族, 卫官, 设置各种兵器和荆骑, 船呼区, 及急行进入, 殿下台阶两旁站了几百个警卫, 在西面依次站着宫臣, 列侯, 竹江, 君丽, 面向东, 在东面站着文官丞相以下, 面向西, 大行令主持上朝礼仪, 设立了九战司仪, 高声传呼引群臣入殿, 于是皇上成年出访, 百官执己, 传呼清道, 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师的官吏, 依次到皇帝面前奉贺, 诸侯王以下的人没有不惊恐肃静的, 朝拜结束, 大小官吏都扶在地上, 摆设酒宴, 都有严格的礼仪, 殿上的侍者都扶得低着头, 按着尊卑依次起身向皇帝祝寿, 饮酒酒赐, 业者说, 宴会结束御事检举出违反礼仪的, 就将他带走, 整个朝拜喝酒过程, 没有敢喧哗为礼的, 于是高帝说, 我现在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 拜书孙通未奉长, 赐给他五百斤斤, 书孙通于是向皇帝说, 这些弟子如生跟随我很久了, 和我共同制定礼仪, 希望陛下能封给他们官高帝全部封他们为廊, 书孙通出来, 把他所得的五百斤都分给了儒生, 儒生们高兴地说, 书孙先生真是圣人, 了解当今的世道末九年, 高帝生书孙通为太子太父, 十二年, 高帝想立赵王如意为太子, 书孙通说, 过去晋献宫因为离击的原因, 废了太子改立西齐, 晋国混乱了数十年, 被天下人耻笑, 秦朝因不早定扶苏为太子, 胡亥用欺骗手段夺得地位, 自检秦朝, 这是陛下亲自看见的, 如今太子忠孝仁义, 天下人都知道, 吕后与陛下如苦寒心, 粗茶淡饭, 你哪果能背弃他呢? 陛下如果一定要费长子而立少子, 我愿先被杀死, 用脖子的血涂红土地, 高帝说, 你不要这样, 我只是开玩笑罢了, 书孙通说, 太子是天下安定的根本, 根本动摇了, 天下就会混乱动荡, 怎能用天下来开玩笑呢? 高帝说, 我听从你的话到皇上白宴席时, 见张良设计请来的四位老先生跟随太子觐见皇上, 皇上就不再有改换太子的打算了, 高帝死, 校会帝即位, 于是对书孙通说, 没有人熟悉先帝元灵寝庙的礼仪生书孙通为奉长, 制定宗庙的礼仪之法, 汉朝制定的各种依法都是书孙先生论着的, 会递到戍边的长乐宫去召见太后, 以及平时往来都要惊扰老百姓, 于是就做父道, 刚开始在武库南动宫时, 书孙先生向皇上奏事, 问皇上, 陛下为什么从高帝灵寝驾驻阁廊走道, 每月被法驾, 将高帝衣冠出游一次, 展示在高庙中呢? 为什么让后世子孙在高帝庙道上行走呢? 校惠帝很惧怕, 说赶快拆了它, 书孙通说, 皇上不办错事, 如今已经做了, 百姓都知道, 希望陛下再盖一座高帝庙在渭水之北, 作为出游一关之庙, 这样也能增加和扩大高帝宗庙的数量, 这是大孝的根本皇上于是下令让官云重建高帝庙, 校惠帝经常到离宫游览, 书孙通说, 古人到春天就进献水果, 现在正是樱桃熟的时候, 可以进献, 希望陛下出游, 趁是向宗庙进献樱桃, 皇上同意这样做, 向宗庙献国品的礼仪由此兴起, 赞曰, 汉高祖平级南征北伐夺取天下, 而儒生们发挥了雄辩的才能, 以同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慎子说, 庙宇的建成不是靠一个木材, 帝王的工业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确实如此呀, 刘靖不拉车而劝高地定督官中, 使江山稳固, 书孙通放弃战阵之事而别创末代礼仪, 这是因为时机好呀, 李时起躲起来为人看大门, 是为了等待明君才出来呀, 然而他仍不免被烹杀, 朱剑开始时性格刚正连结, 一直不与辟阳猴结交, 但由于不能中手节操, 也因此而丧命, 陆甲官智大夫, 但不为吕氏家族做官, 无可责备, 他联合陈平、 周伯, 依附江湘以保卫国家政权, 身份名望都很荣耀, 是其中的佼佼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